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你們 我手上有像中居住正義的韓語 要交給苦行者代表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苦行組的代表 我們苦行組即將出發 華光世家 你在我看 苦行組 關門 洪光世家 妳愛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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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現在 國土活化變商品 大家今天為什麼沒有喊這兩句口號 今天政府行政院有一個叫國土清理活化督導小組 這個小組從民進黨時期成立謝唐琴執政的時候 當院長的時候成立的 吳敦義當院長的時候迅速召開充足這個小組 將一話接了副院長之後也接了這個小組的召集人一直到現在 這個小組是一個超大的草地皮小組 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在台灣擁有三分之二的公有土地 國有地市有地加公營事業加起來佔了三分之二 這個小組沒有任何的立法授權沒有辦法立法監督 他的會議紀錄甚至有時候找不到 找得到的都看得你觸目驚心 這個小組決定我們三分之二的土地 要賣要租要參與都更 他是要用各種的方式來活化開發 但是卻沒有辦法做管理 這麼爛的天氣大家為什麼要出來遊戲 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所以我們一起來喊一下口號 反破間 要安置 要安置 反破間 要安置 要安置 努力工作的人民 有三分之一大家無法想像 那是一個矮房子 說你住在矮房子 就跟你住在公寓一樣 稀鬆平常的事情的年代 這個年代到現在還有一個實例 當森林公園要拆的時候 金山南路要拓寬的時候 很多住在違建的人搬到了華光 今天華光要拆了 有好幾戶的人搬到紹興 今天古亭站附近的永公里 阪西里也有違建 是漢人古老的聚落要被拆除 因為他們以前被徵收 被徵收沒有土地 只好在路邊蓋房子 現在也要被拆除 他們也搬到了紹興 這個國家從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沒有處理住宅問題 現在的政府 不管是張敬二副市長還是內政部 居然有臉說他們的施政目標是居住正義 要都更就居住正義 結果 就是我們看到問題沒有解決 這些住在違建的人 房子被拆了之後 一樣無力負擔欠在自由市場裡面 高額的房價 結果就是華光 古亭站裡面的違建聚落 以前的大岸森林公園 或者是現在沃龍街的衛生大隊 他們的人拆了之後 到其他的違建聚落租房子 這個怎麼會是一個國家應該處理這些已成人民的方式 鳥籠監任 鳥籠監任 出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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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被打成貧窮 貧窮的 瞬間被打成 跟隻狗一樣 這是這個政府 該做的嗎 今天我們在這邊 來一個口號 國土變商品 國土變商品 人民變被告 國土變商品 人民變被告 人民變被告 政商權利 政商權利 不當得利 政商權利 不當得利 武南政府 敗地求榮 武南政府 敗地求榮 六本目三個字下 蓋上你的手印 進場的是我們的苦心度 關於華光社區法務部說 他們已經妥善安置居民 這個安置其實只是把非常窮的人搬到安康平宅 把其他的人送到中濟 中濟的租金非常的高 租金又非常的昂貴 但是要租到安康平宅的人 有些人家庭的戶口數非常的高 沒有辦法適應安康平宅這麼小的平宅 前幾天 社會局開始協助這些居民搬家 他們用嘻笑的態度 在居民家的門口跟居民說 趙阿姨啊 住了十幾年的家 就能跟他說拜拜吧 我們的國家根本就不懂這個歷史 我們的社會局根本不懂這個聚落中間的脈絡 他們只想著把這個家拆掉 他們只想著把這片土地成空 他們卻沒有想到這個地方是他們辛辛苦苦 花了很多時間才經營出來一個溫暖可以避風避雨的住所 他們看不到這些 我們現在進苦情主進場 大家請掌聲謝謝他們 跟他們加油 我們現在講口號 國土活化變商品 國土活化變商品 人民被告 輪在奴 今天 我們在凱南哥南大道 我們要把從社區帶來的殘骸 重新搭起屬於人民的家 這個家有溫暖 這個家有希望 這個家不是只是利益 豪宅很用來交換金錢利益的工具 這個家是這個土地 豪宅必發生關心最直接的王子 花光我的家 我們一起長大 擦乾眼淚不流浪 回家裡路陪你走吧 我們一起唱吧 花光我的家 我們一起長大 我們一起唱itter 給我們呃 快點吧 我也可以唱歌 操演我們的歌 就是大家 要有 том 美書們放給我勇氣 關手才不要生命的痕跡 花光我底下 我們一起藏蕩 啊 該也沒不留啊 未來你我陪你走啊 啊 該也沒不留啊 回家裡路我陪你走啊 謝謝